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通常逛街買東西的都是女人的專利 那男人不需要買東西嗎? 不是,男人買東西通常是快、準、狠 大家不喜歡買錯東西 但女人買東西是怎樣的呢? 比較細心一點,比較摸一點,比較簡窄一點 你可以這樣說 男人去商場是去買東西的 女人去商場是看有什麼買的 這句話,這句話很棒 所以不同的就是這裡 我們是直到一個點 買鞋子,直接去那裡 選一雙鞋子,就可以了 女人去商場就不同 看看有什麼買 所以每間店舖都可以逛逛 一般我們身為男人都很體貼 去到商場的時候,拍我的車 你媽媽,走吧,我在這裡喝茶 但是你有沒有給你,老婆 我不知道你老婆有沒有說過你 逼你,叫你陪她逛街 我自己都爛逛了,說真的 就好像買衣服那樣 一般如果我去拍別人的照片 我試到一套衣服OK 我就問她,哪間的? 買不可以? 買可以買可以買可以 我就馬上買 因為我很難去試衣服 如果我老婆她不會逼我 她都知道我不喜歡購物的 除非買一些東西大家都要用 比如在家裡買新的床單 買沙發這些東西 我一定要去,因為我俗主 有沒有一個情人 即女友 曾經要求 或者逼你去跟她逛街 然後我陪她逛街 剛剛拍拖的時候會的 是 盛視了之後不會的 但是我男生很少喜歡逛街 應該是這樣說的 不知道,可能有些男人說 不是啊,我們有一個朋友叫Chris 很喜歡購物 他是我們的購物街 這個很重要 但是大部份的男生 都不喜歡逛街 但是拍拖的時候 都偶爾會被迫 或者像你所說 還未成事 就逛街 追到沒辦法 就逛街 我們想問一下所有男士 為什麼你不喜歡陪女士去逛街買東西呢? 以前年輕的時候 試虧一點 買東西為什麼你不給錢 就醜了 然後就說 看到那個河巴沒女兒 那怎麼樣呢? 一般上去看 這件衣服挺漂亮的 不漂亮嗎? 這件衣服OK嗎? 不OK了 又問回女士 為什麼你喜歡找男士去逛街呢? 最後就是 我要跟我太太說 不要再問我 你穿那件衣服我不好看 我來來去去 還是給你一個答案 OK嗎? OK嗎? OK 沒有誠意 你有沒有看清楚的 那個肩膀好像很暴露 好一點 不漂亮嗎? 不漂亮嗎? 我穿得不漂亮嗎? 不漂亮 多難做 你知道嗎? 大家留言 明天叫我給你回應 為什麼男士不陪女士去逛街 我們叫我來 好二 好 SUBS Date